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據《路透社》19號的報導 七國集團G7首次防長會議 當日在意大利 納布勒斯召開G7輪值主席國代表 意大利防長克羅·塞托主持會議 各成員國防長和北約 歐盟、烏克蘭代表參與 與與雨杯的代表就俄烏衝突 巴爾衝突等的熱點問題進行了交流 會議聯合聲明說 G7支持烏克蘭不可逆轉感 加入不約 同時呼籲在加沙實現停火 詳情是怎樣 巴士迪布評論員Antony跟我們講講 烏克蘭問題是本次七國集團防長會議 討論的重要議題 據法新社的報導 與會防長詳細討論了 烏克蘭的戰場情況 以及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後 美國可能減少軍事支持 以及特朗普當選總統的 會議聯合聲明重申了對烏克蘭的支持 譴責了俄羅斯的侵略行為 以及俄羅斯在全球範圍內 擺出對抗和破壞穩定的姿態 聲明強調將繼續向烏克蘭提供援助 包括短期和長期的軍事援助 並且支持烏克蘭不可逆轉地 全面融入歐洲大西洋體系 包括加入北洋 烏克蘭防長烏梅羅夫 在會上通報了前線的局勢 並且介紹了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的勝利計劃 烏梅羅夫邀請合作的夥伴 投資烏克蘭的國防工業 並敦促盟友加快武器物資援助的交付 烏梅羅夫還說 盟國是必須積極參與 訓練烏軍部隊 並為他們配備現代化武器的裝備 對於扎蓮斯基的勝利計劃 法國外長巴羅承諾支持 並表示將會與烏克蘭官員合作 以確保其他國家支持該提議 巴羅還說 俄羅斯的勝利將會使得國際秩序陷入了混亂 此外巴羅還宣布 法國將會在2025年前三個月裏面 向烏克蘭交付首批 幻影2000戰鬥機 烏克蘭飛行員 以及機械師 也將會接受駕駛和維護這些戰鬥機的培訓 除了俄烏衝突之外 這次會議 亦聚焦巴爾衝突 七個防將在聲明之中 一致支持 立即在加沙實現停火 釋放所有人質 增加對加沙各地的人道主義援助 為衝突的解決 開闢一條可持續的道路 防長們還對 黎巴嫩局勢進一步升級的風險 感到關切 對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 受到的安全威脅表示關切 聲明強調 保護維和人員 是衝突各方不可推卸的責任 必須支持 聯黎部隊和黎巴嫩武裝部隊 發揮確保黎巴嫩穩定與安全的作用 會議還討論了 與印太局勢有關的問題 會議聲明強調了七國集團 對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諾 聲明說 七國集團 認識到 該地區在全球繁榮 以及安全中的關鍵作用 並重新七國集團 對促進與印太安全 以及防務夥伴關係的承諾 印太的重要性 不僅限於經濟層面 很多發達國家 以及發展中國家 在促進該地區的和平 安全 與繁榮方面 有著直接的利益 包括通過防務和安全 夥伴的關係 聲明還說 七國集團 尋求與中國建立 建設性的穩定關係 謝謝Anthony 黎巴嫩傳媒報導 以軍星期日晚空襲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南部市郊 東部巴勒貝克 東北部 希爾米勒等地多個和真主黨有關的金融機構 卡德哈桑協會分支機構 而報導說 以軍在空襲之前對於黎巴嫩南部和貝卡地區多地的平民 下達撤離命令 要求相關的地區民眾遠離卡德哈桑協會相關的場所 在沿海城市塞達以軍的撤離令引發流離失所的民眾恐慌 紛紛離開由學校改建而成的避難所 逃步前往海邊或其他地區 卡德哈桑協會正被美國制裁 美國財政報指 真主黨利用協會 掩蓋金融活動並進入國際金融體系 以色列高級情報官員指 協會為真主黨運作提供資金 是真主黨金融網絡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英國外相林德偉訪問印尼參加新任總統普拉伯旭的就職典禮 之後將會訪問南韓 英國外交部說 林德偉將會宣布啟動英國和南韓首屆外交和國防的二加二對話 外交部表示 綠色成長和安全 將會是英國和印太區域成員的關係重點 印尼和南韓都是20國集團的成員 英國將會加強發展和印尼的關係 以進促達成建立雙邊戰略夥伴關係的目標 和南韓就會強化防衛事務合作 林德偉將會訪問南北韓非軍事區 特顯英國和南韓在安全、氣候變遷和經濟等議題的合作 他發表聲明指出 南韓和英國協助烏克蘭防衛的同事 亦都自力維護區域穩定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在星期日迎來60歲的生日 他當日去到搖擺州份 阻擲亞洲的黑人教會進行競選活動 在阿特蘭大市交其中一場活動 賀錦麗獲得傳奇盲人歌手 Steve Wunder去到站台並為他唱生日歌曲 Steve Wunder呼籲選民在投票時不要只考慮到自己 而賀錦麗在發言時也呼應這個觀點 他在另一個場合呼籲要擁抱富有同情心的價值觀 指一些人只是散播仇恨和恐懼並引發混亂 但是賀錦麗並沒有提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總統特朗普 特朗普在當日就在賓夕凡尼亞洲 廢城一間的連鎖快餐店製薯條和做服務員 爭取工人的支持 他對於賀錦麗聲稱自己年輕的時候 曾經在快餐店工作表示質疑 但是他祝願賀錦麗生日快樂 又開玩笑地說 或者會送薯條給賀錦麗 巴西總統勞拉在家發生意外 頸部受傷 決定取消前往俄羅斯 賀錦麗出席金磚國家峰會 醫院方面表示 醫生已經指示勞拉 暫時避免乘搭長途航班 但是可以繼續其他活動 而醫生將會定期檢查勞拉的康復情況 巴西總統副表示 雖然勞拉取消前往賀錦麗的行程 但是會透過視像方式去到參加金磚國家峰會 而本星期會在首都巴西利亞 繼續履行總統職務 至於勞拉受傷的詳細原因 巴西總統府的聲明就沒有特別提及 金磚國家領導人第16次會晤將會在星期二至星期四舉行 應俄羅斯總統普京的邀請 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前往赫山去到出席峰會 印尼新任總統普拉博約公布新一屆政府內閣名單 印尼新一屆政府共設置48個部門 部長級官員當中 蘇吉約落出任外長 3號蘇丁出任國防部長 而上屆政府近一半的部長獲留任 其中財長穆里亞利 成為第一位在三位不同的總統領導下 擔任財長的官員 而其他獲留任的上屆部長包括內政部長提托 貿易部長祖爾基佛利 能源部長巴克利爾 和國有企部長托希爾 新內閣將會在星期一上午宣誓就任 解放軍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李希表示 美國希金斯號驅逐艦和加拿大溫哥華號 護衛艦星期日通過台灣海峽並且公開炒作 東部戰區組織海軍兵力對美加軍艦過航行動全程跟監境界 依法依規處置 李希表示美方和加方的行為只要繳告 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戰區部隊時刻保持高度的戒備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地區和平穩定 回來看看本港新聞 施政報告提出減烈酒稅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 是平衡各方面考慮後的決定 希望措施有助推動貴價走在本港的貿易 邱應華在電台節目表示 有酒業人士希望當局更加大幅減烈酒稅 但考慮到會對市民和醫療構成壓力 加上如果酒稅調整得不好 會對較平價的烈酒價格造成壓力 因此決定減200元以上的部分烈酒稅率 他表示當局以往減烈酒稅後 和烈酒相關公司數量上升 就業的職位亦增加 希望調整烈酒稅可以取得類似效應 同時也帶動內地白酒利用本港面向其他經濟體 他說本港的烈酒拍賣僅次於美國 希望措施有助推動本港的烈酒貿易 提德體育園在明年首季正式開幕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紅表示 目前最重要是做好測試菜 強調主場館涉及5萬名觀眾 人流安排要小心處理 包括散場時的人流走向 鐵路如何配合等 他舉例會考慮哪些活動 可能有較多的長者和小朋友參與 他賣山場時可不可以步行去鑽石山站等 當局會檢視哪些方案比較好 政府會重新檢視香港大球場改建計劃 楊潤紅在電台節目表示 由於近年本港推動很多盛事 認為可以重新檢視 而大球場部分設施已經沿用多年 可以趁這次機會作為檢視 施政報告附件提及 去年施政報告提出的 文藝創意產業發展藍童 未有如期公佈 楊潤紅說去年已經有初稿 但認為需要吸納更多業界的意見 要進一步去深化措施 他表示很多部分已重新紮寫 會再與文化委員會相討 文化藝術發展方面可以走向產業化 認為可以用到更多的商業和社會資源 推動藝術發展 至於國家發展成就館 楊潤紅說經過大概一年的時間研究和商討 認為安排在北部都會區內 一些交通比較方便的位置會比較合適 本日《焦點新聞》講到這裡